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现场聚会 那么我们先看看今天的经文 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4到13节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先知讲道之能 忠逼归于无有 说方言之能 忠逼停止 知识也忠逼归于无有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来到 这有限的逼归于无有了 我做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哪时 到那时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如今长存的有信 有望 有爱 这三样 其中最大的是爱 今天我跟大家讲的题目 可能大家会感觉到很有兴趣 它叫 架得好 架得好 曾经 十几年前 在墨尔本 最重要那份报纸 就是DH 有一篇文章这样说的 它英文的 Where are all the good men 好男人都到哪里去了 We want to find a good man to marry him 我们想找一个好男人 嫁给他呀 怎么都找不到啊 其实 嫁得好呢 是几乎所有女人的梦想 那么我这篇道的对象 看起来好像是对那些没有结婚的 还没有结婚的女士 或者是离的婚 现在还想结婚的女士讲的 可能你会感觉到对你没有 没有关系 其实不是 假如你是父母 你也想你的女儿嫁得好 是不是 你也有子女 外甥林 越想他们嫁得好 那么这篇道也是给男人听的 男人听了就会有个反省 就是到底我是不是那种人家可以嫁的那种男人 我是不是需要改进呢 我今天的立论呢 全部以圣经为基础的 我相信对那些不信宗教的人呢 也很适用的 那我这篇道的灵感来自哪里呢 来自一个天主教的神父 他叫康纳神父 他写了一本书 他的英文名叫Father Pat Conner 他是澳洲的神父 但是他到了美国去 我很奇怪 他在美国写的 这个康纳神父 我很佩服他 他神父是不结婚的 但是他常常辅导的是结了婚的人 还有那些还没有结婚 想结婚的人 所以他最后写了一本书 叫Whom Not to Marry 这本书叫什么男人不要嫁 换句话的 你只要不嫁给那些 不好的男人呢 你就嫁得好了 我虽然是的灵感来自他 但是我讲的跟他不完全相同 可能大家会问 为什么你讲嫁得好 你不讲娶的好呢 讲着老实话 娶一个好女人比较容易 嫁一个好男人呢 就男的多了 所以我要讲嫁得好 好 到底什么男人你不要嫁给他呀 康纳神父一共提出了九种男人 跟我的九种不完全一样的 第一 千万不要嫁不爱你的男人 你听了这个话你感觉的很奇怪 一个男人假如不爱我 他为什么要娶我呀 有的有这种男人的 我发现特别是我们中国人 往往因为家庭的压力 父母的压力 朋友的压力 甚至教会的压力 他会娶一个他明明不爱的男人 我自己同学啊 朋友啊 甚至基督徒啊 都很多都做了这件事情 哎呀 后果就非常的 糟糕了 或者这个男人很自卑 他认为哎呀 假如我连这个女孩子我都不娶 我就没有机会了 这样子啊 为什么千万不要嫁一个不爱你的男人呢 以夫所书五章三十三节这样说的 他最后讲到夫妻的时候 最后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 他后面做了一个总结 这个总结的告诉我们呢 说女人需要爱 男人需要被敬重 当然男人也需要爱 女人也需要尊重 但是相对来说 女人需要爱 女人对爱的需要很重要 男人对敬重的需要也很深 我们应该懂得这个区别 我们要知道啊 男女啊 的感情啊 是不一样的 对一个男人来说呢 感情是不能培养出来的 你说你本来不爱他 你们慢慢培养感情吧 我告诉你 这是培养不出来的 你千万要知道 男女是不一样的 女人可以培养啊 他明明本来不喜欢这个男人 但是跟这个男人结了婚之后 他就发现 哎呀 他对我挺好的吧 慢慢他就培养出 对这个男人的感情 男人呢 必须要首先喜欢你 假如首先他不喜欢你呢 你希望他跟你结了婚之后 慢慢培养出感情来呢 我告诉你 你太天真了 你太不认识男人了 所以一个女人 你嫁一个爱你的男人 远远好过嫁一个你所爱的男人 可能你们会问 那我怎么知道他爱不爱我啊 其实就很简单啊 他看不见你的时候 他是不是想念你啊 他看见你都是不是很高兴啊 他是不是重视你 多过重视他其他的朋友啊 他是不是很光荣的 把你介绍给其他人呢 他是否觉得你漂亮啊 假如这些问题 你都能肯定的说 是他就是爱你的 其实你都能感受出来的 好这是第一啊 第二千万不要这样说谎的男人 那我们当然各个都说过谎啊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一个就是撒谎变成习惯的 那一种的男人啊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其实这个康纳神父啊 他的理论呢 也是根据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啊 第六跟第13节怎么说呀 他说不喜欢爱是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啊 真理也就是真话 假如一个男人不讲真话的啊 常常撒谎的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 还有另外13节那里 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 有望有爱这三样 但是你发现信是排在最前边的 信包括什么呢 信包括信任 假如一个男人常常撒谎 就算他爱你 但是他常常撒谎 成为一种习惯 就破坏了你们两个之间的信任 你很难 你很难信任他的 一个婚姻假如连信任都没有啊 这个婚姻就破产了 他到什么地方去 他就撒谎 他花了多少钱 他就撒谎 他的钱放在哪里 有赚了多少钱 他也撒谎 花了多少钱 他也撒谎 他去过什么地方 他也撒谎 所以破坏了信任 千万不要嫁给他 你在婚前你可以看得出来的 好 人人都曾经撒过谎 我承认 但是呢 假如撒谎变成一种习惯了 一定会破坏信任的 千万不要嫁给他 第三 千万不要嫁没有朋友的男人 他没有朋友不要紧呢 那我做他的朋友就行了 因为圣经怎么说啊 创世纪第二章24节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你跟你丈夫要成为一体的 他假如他不会沟通 他怎么能够跟你成为一体呢 你因为一个没有朋友的男人 没有男性朋友的男人呢 他这个人不会沟通的 沟通是什么呢 沟通是婚姻中最重要的活动 我说活动而不是思想 婚姻当中最重要的活动是什么呢 就是沟通 他假如没有朋友呢 就表明这个人根本不会沟通 他不会沟通呢 他也很难跟你沟通 你不要以为沟通是件小事 假如一个人不会跟人沟通 他也不懂得与女朋友 与太太沟通 那你以后会感觉到 常常跟他沟通不通 或者他常常不讲话 你很难跟他沟通 你会很苦 不要以为这个不重要 好了 第四种男人呢 千万不要嫁上瘾的男人 这个我相信呢 不需要我解释 你就知道了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 那里怎么说啊 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我们的身体不是给毒品 不是用来酗酒 不是用来找妓女 不是用来赌博的 一个人假如他上瘾呢 就是他控制不了他自己的身 他把他的身体呢 奉献给另外一个东西了 所谓上瘾就是上了毒瘾 还毒瘾就两个毒 一个赌博 一个吸毒 色瘾就是常常去找妓女啊 还有游戏瘾 有些男人常常打游戏的话 在家里一打打两三个小时 每天都那样子 不睡觉的打游戏 你不要以为那是小事啊 你不要以为这是一种娱乐而已 那是这种上瘾呢 很多女人呢 因为丈夫常常打游戏 把她弄得非常的烦 因为她浪费很多时间 去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情 可能大家会问 那么工作狂又怎么样啊 工作狂是不是一种瘾呢 其实工作狂 严格来说也是一种瘾 你说工作狂就等于是她 她事业心很重 她很重视她的事业 我告诉你 假如一个人呢 她工作狂过度啊 她花时间很多 在她的工作上 她会忽略自己的太太 她会忽略你的感受 她忽略你的需要 我认识一位牧师 澳洲的牧师啊 她很苦恼 她说我太太终于 她说我很爱我的教会 我太太对我说 你不是跟我结了婚了 你是跟你的教会结了婚了 从此她太太不跟她到教会去 你看她自己结了婚 那个师母不跟她到教会去 你说她痛苦不痛苦呢 她在我们面前流泪 这是她犯了错误 你说一个传道人 应该是这样子的嘛 她应该撇下一切跟从主 跟从教会不等于跟从主 主也吩咐我们 既然结了婚 要好好的爱自己的太太 你怎么可以光去爱教会 你忽略你的太太啊 这个不是一个好牧师 好了 凡是上瘾的男人 其实你们也知道 他会花很多时间 在这个读啊 读啊 色啊 游戏啊 等等 还有酗酒啊 并且胃口越来越大 花的时间越来越多 牺牲的是工作 牺牲的是休息的时间 吃饭的时间 整天去打游戏机啊 等等 你要想清楚啊 好了 那么我再回到这个工作狂那里 假如你 遇见一个工作狂的男人 你很喜欢他 他也很喜欢你 那你可不可以嫁给他呢 这个呢 我就不敢说 你一定不好嫁给他 你是否嫁给一个工作狂的男人呢 请各位女士们 你们自己决定吧 假如我是女人呢 我就不会嫁给他了 好 第五种男人呢 千万不要嫁 不会管钱的男人 路加福音16章 第10节怎么说啊 人在最小的世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 在最小的世上不易 在大事上也不易 我记得应该是李牧师讲过这段圣经呢 他说钱是小事 啊 所以这段圣经讲一个人 他很聪明 很懂得 使用他的 使用主人的钱 啊 为他 就是保住他自己 以后的 的 以后的 的 安定的生活 那么 也就是说 小事 钱是小事 你说钱是小事 但是他 小事也不忠心 他在大事上也不忠心 他小事管不好 大事也管不好 他 钱也管不好呢 他也不能够管好 他的婚姻的 啊 他会把很多钱 花在一些不必要的世上 啊 用钱去买一大堆游戏回来啊 买一大堆动画呀 啊 啊 妇女杂志啊 啊 他可以用钱 对别人很慷慨 啊 请吃饭啊 到很贵的餐馆里面去了 但是自己呢 没有钱交房租啊 没有钱 呃 交电费啊 等等 啊 并且他常常用他的 很多信用卡 都欠了很多钱 啊 你嫁给他呢 你必须要常常为你的 必须的生活的需要来去担忧 啊 啊 以前有个人这样说 他说呢 呃 清早起来七件事 哪七件事啊 柴米油盐酱醋茶 那是古代的 现代人呢 也有七件事啊 哪七件呢 水电煤气房子车子手机网络啊 也有啊 啊 假如一个男人常常交不上上电费 常常交不上房租 常常呃 交不上网络费等等啊 你你你肯嫁给他吗 你是否愿意整天为这些事情来担忧呢 啊 你千万不要以为啊 你结了婚之后他会改变啊 你千万不要以为 你生了孩子他就会改变 他就会有呃 有责任感 不会的 我告诉你 除非他在没有结婚之前 你强迫他 他会他有他有改善 他有行动 假如不是的话 你要承担这个后果 啊 好 呃 除了管理钱以为以外啊 管理时间也是一样 其实管理金钱也好 管理时间也好啊 他管理不好 你不要嫁给他 因为管理金钱时间 其实是管理自己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管理他自己 啊 很多人说我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其实他是管理不好自己 啊 你不要嫁给那么一个男人 第六 千万不要嫁妈妈的乖儿子 啊 这个也很重要 啊 啊 孝顺父母当然是好的 但是他什么都听他妈妈的话 啊 什么都请教他妈妈 就讲过妈妈的乖儿子 你要小心啊 哥林多前书13章11节怎么说啊 我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继承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就说 孩子很多事情 小孩子常常玩杀 我现在不玩杀了 我小孩子的时候玩杀 我不会这样子的 你要把孩子的气 孩子的事 丢弃 因为你是个大人呢 啊 别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啊 不要再做小孩子 要做长大成人 啊 好 啊 为什么 不要嫁给一个 妈妈的乖儿子呢 因为他太依赖性太强 也不要嫁给一个小弟弟 我的小弟弟意思 不是说他年纪比你小 年纪可以比你小 但是他可能是个大人 你知道吧 哎 但是他就算年纪比你大 但是他的表现 好像个小弟弟 好像个妈妈的乖儿子的时候呢 你就要小心了 啊 有一次有一个呃 女孩子就嫁给一个男人了 那么第一个晚上啊 他们还住在他男人的家里边 就是他父母那里 晚上睡觉了 他要关上房门 他的婆婆怎么对他说啊 哎不要关门啊 他说为什么不关门啊 他说 哎我这个儿子啊 他不会盖被的 他半夜的时候 他的被子会掉在地上 我要 我要起来 把他重新盖上的 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一听 吓了一跳 我的天啊 我嫁给什么人了 啊 连盖被都不会啊 啊 各位 今天也有一部分的男人 是这样子的啊 啊 呃 因为圣经说男人是一家之主 啊 呃 孝顺母亲本身是不错的 但是假如太听妈妈的话 这个人还没有长大 他连很多基本的东西都不会 面对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主 啊 都要先征求妈妈的意见 都要由妈妈来决定 其实他不是个大人 他是个依赖性很强的一个小孩 这样的人呢 他只是穿了大人衣服的一个小孩子而已 他没有办法领导家庭 也没有办法叫儿女尊重他的 他虽然是个好人 但是你嫁给他 你不会有安全感的 婚姻这条道路是很多挑战的 需要一个大人来来面对的 不是一个大孩子能够应付的 第七 啊 对 他不会领导一个家庭的啊 第七 千万不要嫁 保不住工作的男人 啊 这个也很重要 因为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 神创造男人的时候 就是要他工作 他没有犯罪之前也要工作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啊 就是要他工作 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工作 男人一定要工作的 并且一定要保住一份工作 啊 保罗也叫很多人 他说要亲手做工啊 不做工都不会吃饭 保罗这样说啊 好了 但是很多男人呢 有一部分的男人呢 常常保不做一份工作的 两三个月就辞职了 或者他被老板炒掉了 他总有个理由的 哎 他这个老板不公 不公平啊 就说同事不好啊 这个工作太辛苦啊 啊 但是假如你细心的去观察一下呢 这个问题在他自己啊 他常常迟到上班 他动不动这个告病假啊 或者他工作不负责任啊 那么那么做老板的怎么会喜欢请一个常常告假的人呢 他说哎呀我也不想病啊 病是我不能控制的 但是你仔细的研究呢 你发现呢 那些病都是小病 并且呢 人家有小病有些伤风啊等等 人家也上班的啊 他一点小病他就不上班了 并且他的所谓小病呢 是怎么呢 也是他的坏习惯造成的 也是他因为常常熬夜 在那里打游戏啊 看电脑啊 就是晚上两三点钟都不睡觉啊 这样子 或者他喝了太多的可口可落等等啊 所以也就是他这个人的问题 你嫁给他你不会有安全感的啊 婚姻需要安定的生活 需要安定的收入来维持的 两个人无论你们两个如何相爱 但是常常要为生活的需要而吵架和担忧呢 你的爱情也会淡下去的 最不幸运的就是小孩子们 在这种环境长大之下呢 长大呢 孩子也会变成没有安全感的人啊 好 第八啊 对他会令你很没有安全感啊 好了 第八千万不要这样控制欲强的男人啊 英文叫a control freak 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 也是一个control freak 当然有些女人也会这样子的啊 不光是男人啊 千万不要 这样控制欲很强的男人 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这里讲爱是什么呢 爱是舍己 爱不是控制 什么叫控制欲很强呢 他对他自己的女朋友 对他自己的妻子 他什么都控制 他的衣食住行 他都控制 他的朋友的圈子 他的时间 他都控制 这个是对女人的非常的不尊重啊 我举个例子 有些男人呢 他不让妻子开车 他说哎 你开车不用 不安全呢 我来保护你 他不让他爱妻子做这个 不让他妻子做那个 想不到呢 他中年已经得到癌症死了 哇 那个太太送下他一个人 我怎么办呢 连开车都不懂 也没有工作 因为他丈夫以前太控制他了 还有另外一个男人 我认识他 他怎么控制他的太太呢 他说 这个你不要做 这个衣服你不要穿 你要穿这种衣服 那个地方你不要去 那些朋友 你要跟他断绝关系 那些人都不是好人 我告诉你 只有我最理解你 只有我最 我我我我 我最爱你 那是那那些人对你 都不好的 他控制他一切的社交生活 时间呢 穿衣服的方式 吃饭的方式等等啊 这种作风呢 我认识他们两个啊 终于使这个女的 被这被他绑住了 就是透过气了 他终于决定跟他分手 啊 因为你嫁给他呢 会叫你很自卑的啊 你会感觉你的个性 被他被他压抑下去 你不开展啊 他这种男人呢 我告诉你啊 他会严格控制你的时间 朋友圈子 衣食住行等等 并且这种男人的控制欲很强啊 他表面上好像很强 其实他是很弱的 不是外强中干的 他是那种的啊 男人啊 啊 对呃 所以呃 就是你要小心啊 你嫁给他呢 你会受很多很多苦的 千万不要嫁 控制欲很强的男人 女人也会这样子的 我我我我要提 不过我今天讲的就是 什么男人你不要嫁啊 最后一个了 千万不要嫁自私的男人 哥林杰哥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 他的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求自己的益处 就是不要自私呢 就是那么简单啊 呃 一个男人往往 有些男人在恋爱的时候啊 他很计较的 他很详细的计较 哎呀 我就约这个女孩子出来 要花多少车费啊 跟他吃饭 要多少钱呢 呃 就是我要用我多少时间呢 并不是他没有钱吗 那些钱不是太多 但是他本身就是个 斤斤计较的人 在某一方面 他都过分的计算 我们有有计划是应该的 但是你过分的计算啊 我花了多少时间呢 我又走了多少里路啊 我要死了多少细胞啊 等等 你斤斤计较啊 就是个自私的人 当然女人也有这种人啊 假如一个男人婚前已经斤斤计较呢 他婚后会变本加厉的啊 我就认识那么一个男人啊 他他还说自己是基督徒啊 他是教会的执事吧 啊 他结了婚之后 他吃饭一定要吃他喜欢的东西 他根本不理会他太太喜欢吃什么 他为自己买了两部车 他说我每天要上班的 万一这部车开不动了 我可以开另外一部啊 但是他家里除了他还有 还有儿女啊 他的太太儿女都没有 就是车位不够了 哎你们把车停到 放到朋友家 你看他自己两部车 要求他太太啊 他的儿女把把他们的车 停在朋友家 哪里有这种自私的人呢 啊 呃 他太太把一部电视机 放在睡房里 他哎 这个电视机不能不能面相过 而且他是有辐射的会致癌的啊 他一定要把这个电视机搬走啊 他跟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呢 他看见那边有个好的风景 哎你们过来看这个这个海很好看啊 我说我不喜欢看海人 他走过来无论怎么样 勉强我拉我也要拉我到那边去看 他喜欢看的东西啊 呃 这就是这种男人 他是非常非常的自私的 连他太太也也说他自私啊 可以说他最后怎么样了 他很自私很怕得癌症 很小心 最后他还是得到癌症死了 为什么呢 其实一个过分小心的人呢 比较容易得癌症了 因为他过分的恐惧 过分的过分的的的的的的计较他的健康 一个过分计较他健康的男人的人呢 会比较容易得癌症了 我告诉你 哎很奇怪 因为你过分计较呢 你就会你就会恐惧 你恐惧的时候 你的免疫能力也就会减低 就这么简单啊 呃 这种男人呢 其实根本不懂得爱啊 因为爱就是不自私的 爱是付出的 爱不是常常要求别人迁就自己的啊 呃 那个女人为什么要嫁给他呢 他们没有结婚之前 我已经认识他们了 那个女人为什么嫁给他呢 假如一个女人连这样的人也肯嫁呢 这个女人本身一定也很自卑 他恐怕假如我这个男人也不要呢 以后就没有男人要我了 啊 其实你嫁给这样的男人 你除了获得一个太太的名分之外 啊 其他的你都得不到 并且你的婚姻会很苦啊 你得到一个名分 你就要证明自己 你看我也有人爱呀 我也有人要啊 这样子啊 除此之外 你付出的代价是非 代价是非常惨重的啊 甚至连累你们的下一代啊 好 九种男人就讲过了啊 我在这里要呃 做一个结论 我的结论是呢 千万不要嫁一个太自卑的男人 因为这个自卑啊 可以包括上面九种男人的很多 很多男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因为他自卑 我们每一个人呢 可能对于某一个程度的自卑 某一方面的自卑 我自己也会有某一个 在某种场面我也会有一种自卑啊 好比说大家都在那里修电脑 我就搞电脑 我就不懂电脑 我就会有点自卑了 但是我特别把这个太自卑 这个太自打出来 变成红色了啊 好比说我上面讲一个男人没有朋友的 你不要嫁给他 为什么没有朋友呢 也就是他因为他自卑 他不敢去交朋友 他怕跟交朋友跟别的男人一比呢 就把他比下去了 为什么一个男人是妈妈的乖儿子呢 因为他自卑 他不能够做决定 他什么都要请教他妈妈 他自卑等等 很多上面九种男人呢 我讲了呢 包括就是上瘾的男人呢 也是因为自卑 他逃避现实 他在现实的世界 他觉得他很难跟其他的男人竞争 所以他逃到酒啊 烟啊 游戏啊 里边 所以这个结论就是 你不要嫁一个太自卑的男人 有一点点自卑可以 但是不要嫁给他 太自卑的男人 其实太自卑的男人 还有一个 可能会有一个表现 就是其中一种啊 其中一种不是所有的 其中一种自卑的男人呢 他会很容易发怒的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还要还这样说 他说不轻易发怒 假如一个一个呢 很容易的发怒 一发怒就摔东西 要大声讲话 大声讲很恶毒的话来骂人 女人也会啊 我知道啊 啊 那么你的婚姻会 会非常非常的 你的代价 负责代价非常惨重的 你会你会常常被他这样骂的啊 啊 好了 但是我 我要强调 不是所有自卑的男人都容易发怒 是一种啊 而已 好 好了 那讲完了 最后请大家也注意啊 几件事情啊 只要你不嫁以上九种男人呢 就可以说你嫁的好了 可能大家会问 那是不是很难啊 很难找一个好男人呢 是 不过呢 啊 除了以上九种男人之外呢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男人 所以并不是说 这九种男人就包括所有的男人啊 大部分的男人都不是上面那九种的啊 还有很多其他的啊 好 那么另外一个要请大家注意呢 就是不要期望结婚之后 或者是有了儿女之后他会改变 不要 你必定要他没有结婚之前就改变 假如结婚之前不改变呢 你就不要嫁给他啊 第三啊 就是就算你嫁的好 不等于你以后婚姻呢 一定是美满的 就算你嫁的好 你婚后也要学习怎么样 相处了 就在李牧师一年四次教我们夫妻怎么相处 嫁的好 也要学习的 所以有很多人嫁的好呢 后来他相处的不好 也离了婚了 嫁的好也要学习的 还有既然嫁了 你假如已经嫁了 已经结了婚了 不论好不好 也不可离婚 要尽量提升你们婚姻的素质 要尽量的解决你们的问题 不能说我嫁的不好 我离婚了 不能这样子 最后 你没有嫁之前 你要想一想 假如你嫁的不好 还不如不嫁 你千万不要为了一个太太的名分 妻子的名分而嫁 今天很多结了婚的女人呢 也包括男人都情愿 情愿单身 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八三十八 两节怎么说呢 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 因为以前有些人以为 男女的关系是一种罪 以前古老的时候是这样的 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 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 我却愿你们免着苦难 那保罗在这里讲的很明白 你假如嫁的不好呢 你的肉身会受苦难 当然就算你嫁的好 也要会为生活担忧啊等等 他病了 你也受苦 你病了 他也受苦啊 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 假如你嫁的不好呢 你的肉身会受更大的苦难 那保罗说我却愿意你们免着苦难 还有三十八节 这样看来 他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 不叫她出嫁更是好 就是说单身更好 就是说假如你嫁的不好 你不要以为 就是结婚总好或不结婚 不是的 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看法而已 你不要受父母 其他人的压力 假如嫁的不好呢 情愿单身 单身也可以过得很快活的 所以说不叫他出嫁更是好 好了 那今天我们就讲完了我们的讲题 我在这里祝福大家 每一个人 假如你们还没有结婚呢 每一个人都嫁的好 也祝福你们已经结了婚了 你们都能够不断的提升 你们婚姻的素质 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这个婚姻是你自己设立的 是你自己设计的 你设计的东西本来是很好的 但是因为我们人犯了罪的缘故 我们把这个那么好的礼物 也把它毁坏了 以至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不好的婚姻 很多很多的离婚 主啊 我们求你怜悯我们 让我们就是做基督徒的 称为你的父亲的儿女的 我们在婚姻当中 我们在婚姻里可以见证你 使人家看见我们美好的婚姻 或者看见我们那种非常丰富的单身的生活 人家能够羡慕这个信仰 能够去寻找你 并且找到你 今天我们也知道 一个女孩子 要她嫁给一个好男人 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求你帮助我们 都有一个一颗仰望你的心 仰望你自己 亲自的替我们找一个配偶 让我们在这方面有智慧 让我们当中还没有结婚的人 或者我们做父母的 为儿女的婚姻担心的人 我们都能够走上一条美好的道路上 我们在这方面 不重复其他人的错误 我们能够走在你的旨意当中 使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婚姻 都能够见证你 并且享受你赐给我们的婚姻 我们也为在座 一些离得婚的弟兄姊妹祷告 可能他们有一些人 想再结婚也说不定 可能有些已经放弃了 再结婚的念头 主要无论如何 让我们都能够 接受我们现在的情况 快快活活的 以我们的单身的身份 来去服侍你 至于你将来 是不是再给我们一次 结婚的机会 我们就交在你的手中了 愿你自己的旨意 成就在我们身上 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